你们好 我是阿刚 咱们今天带上82年的火钱 又来到小溪里面抓乌龟去了 看一下这个青苔下面有没有乌龟啊 一般乌龟的话就喜欢躲藏在青苔上面 躲藏在石头上面 哇 在这个青苔上面果然发现了一只乌龟 我去这个运气也太好了吧 我去 这前面又发现了有一只乌龟啊 这个乌龟好像在这里面豆水 哇 这个乌龟好漂亮 这是一只黄金龟 这个乌龟也太好看了吧 咱们继续往前面寻找 看一下还有没有 咦 你们看这个水里面好像有一个乌龟 哇 这是一个深水龟 看到了没有兄弟们 咱们直接用火墙把它给抓起来 哇 这个深水龟还挺大的 咱们这个深水龟的话就不要了 哇 在这前面发现了这是什么东西啊 好像是一个甲鱼 哇 你们看好大个甲鱼 这是一只野生的甲鱼吗 哎呦 这个甲鱼太活跃了 哇 野生的甲鱼就是不一样 太活跃了 我们现在继续往前面寻找 在这前面发现一条特别大的鱼 可潜在这个石潭上面了 兄弟们 你们看 哇 这个鱼也太大了吧 随便看见这个鱼的老体们 2021年年年年有余 太大了 实在是 confirmed